一直以来在中国的MPV市场上 G18都是不可撼动的霸主地位 超过24年拥有180多万车主的 这样的一种深入人心 不是有几个品牌可以做到的 所以在今年的4月份呢 我们终于迎来了第6代的G18车型 而且这一代目前全部都是插混 绿排的G18终于来了 那这款车呢 我相信无论是对于整个插混MPV市场 还是对于别克系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 而且也是我目前最为关注的一款 插混MPV车型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近距离的来感受一下 姗姗来迟 但是实力不容小觑的绿排PHEVG18 到底会带来怎样的感受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前脸呢 其实我会觉得 它把这个别克世纪的很多设计语言 放在这个车上了 目前现在的这个绿排的G18 它整个的气场是不熟别克世纪的 虽然这个头灯这块还是有一些变化 别克世纪这里是连起来的 显得更加的凶狠 但是它前面这个硕大的进气格栅 包括这种波纹状的造型 其实都跟别克世纪非常的相似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看到这款车 尤其是这个白色的车身 我觉得它还是一贯以来的这种 内敛但是又非常精致的 然后不怒自威的这种气质 所以我觉得它外观上的把控是很得体的 那目前呢我们所了解到的车身颜色呢 有四种 不用加钱的是这个白色 保时红 还有一个灰色 银灰色 那如果你选择了顶配的车型的话 你就可以选那个非常非常锐利 很有锋芒亮蓝色叫帝王蓝 那个颜色我觉得真的是存在感蛮强的 来到车侧 艾维亚的这个标志呢 以前是顶配车型上才有 现在全系车型都有了 说明它的豪华程度呢 也是有一个升级 同时你看到这款车 其实它的长宽高跟燃油版的G18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那这款车呢 我觉得跟别克世纪还不一样 别克世纪是要比它的尺寸再大一圈的 因为那个车我们是知道它的使用场景 主要会是司机在开 但是对于绿排的G18来说呢 它其实是兼顾 商用或者是家用的 那这款车呢 因为它1.5T的发动机 加上两档的DHT的这个变速箱 它的整个的体积的控制还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这辆车的电池呢 大概是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就是在下面 那后面放的就是它73升的一个油箱 所以它并没有重叠 像有一些插混的MPV 它的油箱一部分是盖在这个电池上面的 那它的这个高度肯定会受到一个影响 但是这辆车没有 而且呢 它现在这个73升的这个油箱 反倒需要比纯燃油版的71升的还要大了 那就是因为它整个的插混的平台是完全重新设计过的 它并不是一个有改变的车型 所以在布局上其实是有很多优化的部分 来到它的尾部呢 依然是非常周正的一个造型 然后呢 上面的这个贯穿式的镀铬的饰条跟下面都是有呼应的 你就能看到它非常圆润 但是在细节当中还是强调出的它斯文和精致的这个感觉 档次是在的 另外它的整个贯穿的这个尾灯也是蛮年轻的 它这边是一条一条点亮的 它会有欢迎或者是再见的这种灯雨 一条一条点亮的时候蛮有仪式感 它就是保持自己那种很内敛很舒展的气质 G18在后备箱的这个纵身上面 我觉得一直都挺有优势的 是比我的那个Velva 就是往进靠的这个空间要大很多的 当我去机场的时候放那种大的行李箱 就是这辆车是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你看我们按这个座位 它是可以倒下去 它是可以整个打平的时候 这个小桌板其实呢它是可以把它撑起来 刚好就跟这个平面保持一致 它就变成了一个全屏的空间 甚至当我们露营的时候 这个小桌板也可以拿出来 当一个真正的桌子来用 也挺方便的 不过呢这个旁边如果再加一些网兜啊 放一些杂乱的小东西可能就更方便 今年好像我坐了特别多MPV的老板位 我已经非常习惯这个位置了 而且我也变得越来越挑剔了 现在我坐在自己的Velva上面 这个老板位是完全不能满足我 那这辆车呢我首先上来之后踩到这个地毯 我就有一种想拖鞋的冲动 也是非常的舒服 还有就是它Napa真皮的这个座椅 看上去很清爽 接触上来之后呢也非常的柔软 另外这个老板位你看我也是可以前后的来调节的 这个跟燃油板是一样的 现在就是最靠后的一个位置 那如果当我是一个老板在坐车 然后司机在开车的时候 我大概率会把前排的座椅调到目前的这个状态 然后呢我可以把我的腿拖调起来 这个小头枕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我记得上一次静态体验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个 那大家建议了以后 你看就要把它马上就加了一个这个头枕 哇这个体验真的是 有从头到脚对我被照顾到的感觉 然后我现在开着按摩 这个也是三档可挑 另外它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它有一个零动岛的设计 你看我前面 它这里是有一个冰箱 但是呢我可以控制它 让它滑过来 哇悄然无声的慢慢的就走过来 很有仪式感 然后你看它这边的这个按键 就是给老板准备的 滑过来之后呢 我就可以自己从里面取冰冻的饮料了 你看 哇是不是很从容 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感受一下它的视听 它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多媒体的电视 那也是跟世纪的那个非常大尺寸的电视 其实技术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屏幕要小很多 冰箱 彩电 这个真皮的沙发都有了 可以开着空调 按摩 看着电影 然后呢有的时候车里面还会有免费的WiFi 你还可以工作 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移动的个人空间 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惬意的状态 那我从第二排这个走到直接走到第三排了 这个第三排呢 你看我旁边也是有遮阳帘 然后我也有窗户 所以我不会觉得坐在后排什么都看不到 这边呢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晒 然后视觉的通透感是OK的 另外我的这个座椅我是可以往后躺倒的 只要不是说满载的状态 有很多行李的话 哇我也可以躺在这里 因为第三排能躺到这么平已经很幸福了 之前在燃油版918上 我也拍过这个第三排 我觉得相对来说它是在这个七座MPV当中 第三排的待遇其实已经是蛮高的了 不像其他的这个阶级分层那么的明显 那如果我是就是带着长辈出行的话 其实大概率我都是坐在第三排的 因为有长辈肯定要让长辈坐在中间 所以这个第三排我觉得它把我的一些基础的 这个需求都照顾到了 无论是我的视线啊 我充电啊 还有空调调节啊 遮阳帘啊 还有这个可以躺下的这个状态 基本上都照顾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三排是蛮不错的 挺优异的 有点晒 我现在呢坐在这个司机位 其实我觉得它的整个的这种舒适的感觉 高级的氛围也非常好 它的配色我是很喜欢的 非常非常的清新 你看现在外面这么热 但是我坐在车里面 我的心情是很惬意的 包括它的这些细节 你看这边全部都是皮质的包袱 而且上面呢是这种打孔 渐变下来的 就是它的美感的这种营造 还是很考究的 包括下面也没有这些 像之前胡桃木的一些装饰 那个会显得有年龄感 但是它这里呢用的这种金属拉丝的质感 把氛围灯映射过来 刚才我们也感受了一下 它那个氛围灯有特别多的颜色 你可以选 然后就这种优优的 散发出来的这种设计的感觉 其实特别的舒服 包括你看它前面 我现在把这个灵动挡是调到后面了 虽然是方便老板位来取东西 但是你看我司机 我前面也是 不一定是司机啊 有可能是男主人女主人 我的手搭在这儿 我也是很舒服的 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然后前面的这个很宽敞的一个通道 如果我停在一个比较窄的地方 我下车也是很方便的 那当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看得到的东西 也不是纯给司机那么摘的 就是都是很有品质的 首先呢这个方向盘 挺方便老司机这种各种搭手的 所以它这种打孔的针皮 然后这种藏蓝色都非常的沉稳 另外呢这个曲面屏也很简约 你看它的操作 我也是大概研究了一下 就很容易上手了 你看这边有媒体 然后导航 这边还有carplay 对 然后呢还可以看一看微博 对非常的方便 也挺跟手的 好的 那接下来我就开车了 你可以坐在副驾 感受一下副驾的体验 我觉得这辆混动的G18开起来 跟我的那辆Velfa的整个的体感 是最类似的 因为最近这两年我试的MPV其实蛮多的 那基本上在体量上都是能感觉到比我的那辆Velfa要大一些 起码要宽一些 但这辆车我开起来就真的很灵巧 不会有特别多的大车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是完全能驾驭它的 而且呢这辆车我觉得它很轻 虽然它有电池但是它其实并没有比燃油板重太多 那我现在加速起来特别的轻巧 这辆车虽然它的电池是24.4度 它不是一个很大的电池 那它的纯电续航给出的数据是138 但是我觉得如果在家里面有充电桩的话 其实就非常实用了 就是这个续航里程我们跑一跑 如果每天晚上在家把电充满 我们跑一跑市区在城市里面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跑高速呢 混动的时候会更加有燃油经济性 而且这部车现在它是可以加92的汽油的 那之前呢只能加95 所以我觉得这辆车其实开起来它的燃油经济性 包括它的这种状态 它这种很灵动的很轻松的状态 的确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这辆车虽然它没有空旋 也没有CDC 但是我现在开起来 包括我今天一直在乘坐 还有他们前面在拍追车的时候 这个车在左右的在绕 我觉得它对侧倾的意志 包括底盘的调校 都是有大厂的功力在的 包括我乘坐的时候 我今天其实下午的时候都睡着了 所以今天它整个开起来 还有坐起来这各方面的底盘的表现 操控的表现都是给我挺大的惊喜 我觉得比燃油版的G18还更好开 今天呢 体验了混动版的G18 我的整体的好感度还是蛮高的 那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换了一个 混动的动力系统 其实它无论是从它的设计 它的内饰 还有它的堆料上面 都是显得蛮有诚意的 尤其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七座版 我觉得非常适合家用 如果家里面有一个充电桩的话 那无论是它的用车成本 还是整个用车的体验都会非常好 尤其是带着一家人跑长途 我觉得这个车是很有优势的 而且呢 G18这款车 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 除了体验上面 我们表面上看到了这些 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么多年 它在这个市场所拥有客户的认知度 好感度 还有它在各个场合的这种试用度 包括这款车 无论它是接客人 还是去到哪个场合 它都是非常得体 不会出什么错的一款车 好车不怕晚 现在都有哪些竞争对手 在瑟瑟发抖呢 我不说 你们说 看完视频 对这台车有更多问题 想向我们提问的小伙伴们 欢迎在小程序搜索大家车 在首页点击选车 就可以一对一 找我们提问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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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